有一件事其實我們都要掌握知識 在買車的過程裡面 有時候買過就知道了 你在英國很多地方是色奴的 要靠導航 你覺得你的車的導航怎樣呢? 有時候你要拿手機出來用Google Map 我的車的導航其實是不錯的 它也很準確的 但是它是一個 它有一張小卡給我的 進入了一張小卡之後 就會載入地圖 其實我也不知道能否更新的 但是至今用了三四次 它也很準確的 但是有些位置 因為在Oxford 有些路 是有指定時間才能進入 這些就在Google會比較準確 因為有我的時間在那裏 所以我都未真的試到它不同的時段 會不會有很不同的效果 所以我提供資料先 我提供資料先 SUV 我立即搜尋一下 我們做這個電台節目的叫 Sport Utility Vehicle 運動型的車輛 它是離地較高 有助於大家穿州過省電波的路線 這個你要留意了 你真的買對的車 但是可能是養冰千日 用在一線 英國突然間有很多浮雨 突然間有山路 突然間碰上山路 浮雨之後 真的有很多車 會帶水淋死火的 如果你的車是高身的話 真的有很多那些浮雨等等的東西 你會入水的 真的 我從來都不喜歡我的名字 給它叫做大牛龜 老虎 你知道經常都弄 老虎是多苦呢 是不是 但是有一次就真的顯示它那個卓越的性能 就是大佬 上到那輛上面這麼高 沒有車過得到 我只有那條導航回到家 如果不是在那裡等而已 就過得到 車駕駛的車駛高 沒事了 旁邊的那些什麼的士等等那些 你不要妨礙我 我真的要走一直去 所以高深車有時候在英國這些惡劣的天氣 是真的有些幫助 真的大起雨上來 黏了線 突然間那一刻 很厲害 變成了很多水淋 快到了這個時間 雨季啊 牛津有很多河 一定是河水氾濫 SUE形容得到 另外一件事 有過月的性價比 我不是真的有很多車的 說真的 有一個性價比得來 你說導航來講 就是真的叫它回去睡覺 就是不配合它的身份 比如你說Benz 這樣 Benz的導航 我就覺得很差 很差 不準 所以結果呢 最後都是用了這個Google Mirror 去處理它 它真的可不行 這是大牌子來的 大哥 就是在英國也好 在德國也好 什麼地方也好 你導航很重要 對吧 那如果你的導航的意思 就是不是說你有時候是否實時的問題 就是是不是塞車 說沒有其他交通 不是說這個問題 而是它根本上 那些路呢 是會令到你直接想殺人的 如果你根本懂得去過 怎麼搞的 老點我 香港也去到了 你走你遠的時候 上山下鄉 雖然你可以選一些Motorway等等 大家可以選擇 選完它 都是不行 都是不行 這個就是很失望 所以大家新來的朋友 就是不要指著香港的名牌 香港也很少看導航 香港沒有人看導航 很少看導航 香港導航沒用的 我覺得香港導航這麼高 經常都叫你在彌敦道轉U-turn的 那些導航 我知不知道 彌敦道怎麼轉U-turn 不過要問問Diana 奇哥是一些前輩 就是我們所熟悉的 就是買那個車 買保險的 奇哥當然是前輩年紀大 Diana是一些年輕的 青春 大家年紀相差了十多年 那會不會保險費 就是對於一些青年女士 你是否先載著還是你老公是載著 我們兩個都是 兩個一起嗎 可以兩個一起擁有 可以啊 那到底保險費又貴不貴呢 你所知道 我想未必是那個年紀的問題 而是我排令的問題 你也沒有NCB 在這裏 是啊 是的 然後有沒有NCB 就是我沒有之前 有沒有claim過保險費的一些 的歷史 所以未必同年紀掛勾 就是我的排令低 因為我是2021年才考到 然後我換車牌 還要是臨走那一陣子才換的 我那個香港的車牌 所以是新速速的車牌 所以貴啦 然後之後 另外就是你們剛剛說的 那個no claim的那個bonus 所以相對會比較貴 我今年的保費 兩個人要千多磅 一年 哦 貴了八百多 是啊 千三左右 所以應該是相對比較貴的 但我也有聽過 有些人會有些tricks在裏面的 但我沒事 因為我很忙 我沒有時間去試一下不同的tricks 有人就說如果女車主 如果寫主的那個driver 是女車主 就會便宜一點 如果我是主 我老公是富 還有我老公是主 我老公是富 也有不同的 然後你寫的職業 又會有關係嗎 那這個政治問題 職業就是Oxwork 你們一定是officework的啦 是啊 是啊 所以他就說 他的職業會判斷 你用不著用車 可能你是 廚師要去買菜 是呀 那些是浪費的啦 他又會貴一點 然後你早點買 你不是說那個星期才買 又會便宜一點 因為我真的最後那個星期才去做 所以我沒有比較過 但是網上有些人是有教這樣的tricks 可能就會便宜一點 那於是你是一筆過買的車 還是供的 一筆過 因為那些顏色都很貴啊 那些顏色 所以都是一時會貴的 你窮就沒得計價顏色的問題 證明有錢才跟你計算 哈哈哈哈哈哈 都可以提供的 任何情況下 有錢的話 任何一分息都是貴 哈哈哈哈 沒有錢的話 十里啊 你要一輛車你都會供啦 是 那如果有 如果能給得完的話 就先給完吧 這樣 是啊 那就不用吃個息啦 你給我幫你投資嘛 或者給德哥幫你買馬都可以的 哇 分分鐘賺點利息回來啦 哇 好啊 我也 不過在英國生活 那個泊位不用 甚至在家裡 我去拜訪的Diana 所以誘因買車是非常的大的 雖然說未必駕足七天 你可能駕兩天 星期六、星期日 去超級市場也好 或者出街走個圈 去Obsford的市鎮 都可以駕車去的 或者甚至遠一點 Diana就兩三次啦 那有沒有計劃 衝出牛津先 拿著車 有啊 其實我在這個時間買 有少少是因為 我家人會 下個星期就會過來訪問 那我就計劃了 去第一個星期 首先第一程 是我要去機場接他們啦 都環古的 是一個一個小時的車程 單程 來會就兩個小時 但是起碼一個小時可以攜一攜 然後呢 他們就計劃著要去曼城 去找一個朋友 哇 那我就會在 週末呢 就會駕三個小時上曼城 我也不太肯定我駕不駕到 但是我要判斷一下 我第一次 我駕駛到每人一個多小時 是 其實OK的 我判斷一下我去倫敦機場 中途可以休息一下的 中途可以休息一下 補充一下 就是吃糧啊 洗手間啊 放鬆一下 放心啦 是啊 沒錯啦 不用直踩三個小時 我就算我 我會分開幾段 我每次都去光顧一下油站 吃一下東西啊 去超市買瓶可樂喝一下等等的 放心不用直踩三個小時 這麼趕時間的 是不是 會啊會啊會啊 但是我都要知道我自己 駕駛一個小時是否OK 那我就先試了 那如果不OK 可能最後就坐Train上去 那這個呢 就要麥奇哥又再出現了 告訴你駕駛去機場 究竟那些交通繁忙啊 那個什麼 多數都繁忙 尤其是去到Histler附近 很多時候都會塞車 你會遇到很多時候的時間 真是 真是 地圖看那半小時 那可能要三個小時都不行 真是 這個一定會遇到多些時間 第二件事呢 真的是Histler 我記得應該就要 Pick up的時候呢 就預先要買定票 或者24小時給錢 否則的話又罰款 因為我經常都被罰款了 因為Jogmov的地方 是啊 今晚記得的會給的啦 然後最後轉個頭就不計算了 如果你的精明消費者 早點看看是否Jogmov 如果不是就派停車場 是不是 派停車場就不會有一些 打算一接就接走了 那些就麻煩一些 送人啦 接就很難接的了 接就很難接的了 但是機場呢 鑽出 總之去Histler那段是經常塞車的 還要走進來走進去的 我試過駕駛一次 就鑽進來走進去的 不知道你 也不知道我整天都整錄的 就是英國交通 真是總常都很差的 真是沒有什麼協調的 你挖完就到去挖 跟香港以前都是一樣的 我想香港都是一樣的 挖得來呢 香港都說會改一下路 他不理的 他真的可以不塞進去 大家忍耐一下 我完全明白 因為我們Oxford的City Center 就在Train Station旁邊 有一條路 整了兩三年都未整好 搞到我們如果要經過Train Station 去另外一部分 其實很近的 真的走路五分鐘都到 但我們現在就要繞出去A路 繞一大個框才去到那裏 整也要做到2025年 這一百更多精彩節目 等著大家 足本重溫 聲音客載服務 年費一千元 請即訂購支持